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的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要来看到新竹市长林志坚是率领团队行销2020台湾设计站 一连五天四夜走访全台七个县市来寻找设计力 而六日下午则是来到了最终站的台东县 由县长饶庆林陪同参访了东海岸的都立部落 体验原住民编织工艺和饮食文化 同时也透过观摩交流为两线推广观光旅游 然后到这里然后再转 市长还是没有 真的是难为新竹市长林志坚了 首次体验台东阿美族传统月桃编制工艺 就要编出一朵玫瑰花 可说是相当考验双手林巧度 相比之下台东县的大家长饶庆林显得上手许多了 而江月桃叶制成精巧熊花的设计力 也正是林志坚四趟坊东的重要目的 台东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 透过设计力的导入 让整个公共建设融合在环境当中 而且不仅不会突兀 而且能够让来到这里的旅人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台东的美 为了宣传10月即将在新竹启动的 2020台湾设计展 市长林志坚率领团队 展开为期五天四夜的观摩取经之旅 走访全台七个县市寻找设计力 以提升产品的价值 而形成最终站来到台东县 参访东海岸最大的阿美族部落 独立部落 发掘原住民族工艺和饮食文化 用台东的部落的一个原住民的风 能够来用饮食跟文化加乘在一起 来向我们所有喜欢台东人介绍台东 所以今天特别来到Sally Farm 是我们全台湾最大的原住民族阿美族 也是我们台东非常有名的一个所在地 所以那今天先让市长来体验我们原住民的手边汁 那等一下会吃我们的阿美族的在地的特色原住民风味餐 桌面上一道道特色风味餐店 呈现部落与海洋生活的连结 尤其是限定的锅牛和水母料理 展现饮食文化的软实力 也正是此次台湾设计展的亮点之一 是从海边捞上来然后汆烫 因为水母的那个身上里面的水分 大概有80%都是海水 其实是吃海水的味道 美食也是一种文化 那透过设计力的导入 也可以让每一个不同族群的饮食习惯 能够变得更加的美好 打破过去只有比如说工艺啦 艺术啦文化来做一个设计展 台楼县政府热情接待新竹市团队来访 两县市首长也互赠特色伴手礼作为纪念 而新竹市政府的仿东行 除了宣传台湾设计展活动外 也借此商户行销推广 两地观光旅游拓展市场 介绍家会成功捐报道